來看在台中有一個婦人人 是一隻米哥路起起 上個月這隻狗是鄉鄉有心 因為說起起是給白痴狗 上沉海 發現鄉鄉有就是 傻比起的白色的蝴蜜狗 這個婦人人又起到北京 叫這個傻比就要拿錢 給起起去拿嬰兒 這隻米哥路起起 沒什麼精神的地方 告訴人家很不甘 因為一隻隻帶牠去打胎 原來這隻米哥路 比這隻白色的蝴蜜狗起有 以後肚子大起來 怕死的蝴蜜狗不順 所以高主郎要吵去打胎 高主郎這麼生氣是因為 中國的突然發現 起起的肚子越來越大 受益減少爺正式起起有心 他懷疑上台的行判就是 婦婦出品所持的白色的蝴蜜狗 所以很生氣就問去理論 要求對方的高主郎 埃及婦人打胎會用 因為他本身的子宮下垂 如果生的話 可能會危害到他的 生命啊 我們捨不得 不過白色給你高的主郎 台東很強勁說 騎駕府軍流浪到這麼多 哪能確定是他們家的 給你高不乖 而且對方也沒辦法 拿出聯合的禁錄 看到他這高兩次 所以高我們才幾幾兩次 結果霞鋒時流到警局 警察發現這是高的 陷阱案件 也幾個人說 這沒辦法適案 還更兩兵好改 不過米哥路 起起的主郎真不敢 堅持對方要給他們一個交代 所以設的狀態委員會狀態 這把這個案件後的狀態委員會 現在要最難關 記者正確報道 請教他一下